头的姐妹太过来 在家做头发护理一次的亲 跟厨师拔鸡毛有点类似 这样就可以达到在理发店 加热化膜等效果 小秀的姐妹应该都知道 我真的是很爱搞我这个头发 就又漂又染又接 总之就是糟蹋蹋 撇开下面接都不说 你看我自己的 头发那个蓬松度什么的 它是可以的吧 经常会有姐妹就问我 在哪做的头发护理 要是每次都去找Tony老师做的话 真的成本很高 我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 再加了一个第一成本护发 小秀的姐妹 首先你要有一个 去油蓬松的洗发露 我一直属于就卢顶的头发 很容易扁塌 头皮有点爱出油 蓬松型去油的洗发露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配你的这个 它一套都主打的是去油生发 因为要控制你头皮出油一同时 才能达到一个 顾发生发的效果 里面是用植物精油代替了硅油 让你的头发很盛滑 同时又打造出那种蓬松感 你可以看它这里面 有那个小绿猪猪包裹的都是 摊影化呀 烫头发的一些成分 总体来说 我喜欢头发就是超级蓬松 第二个呢 你要有一个发膜 这是菲洛的发膜 它们是这样的 一小条一小条的包装 这个真的是白菜架 而且很方便带出门 如果你出去旅游啊 出差啊 要住酒店啊 或者去健身房 就拿这个就可以了 发膜呢 对染烫的头发 是最最有修复效果的 这也是不含硅油的 用完之后 头发蓬松又顺滑 然后用的时候 会用吹风机 帮助加热吸收 这样呢就可以达到 在你发店 加热发膜的效果 第三个啊 它刚才已经出过镜子 怎么说呢 吹头发其实也是 护发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是负离子的 可以改善静电 有的时候 真的是因为静电太大 造成头发拉扯头皮 才导致脱发变得更严重 然后负离子呢 它可以帮助毛鳞片 更快更好的愈合 一般选头 会用这个冷热循环风 先吹个半干 然后头发膜 再让它这个热风 去加热整个头发 达到一个热蒸的效果 然后洗干净之后 用它恒温的模式 把剩下头发完全吹干 这样吹呢 其实是有助于改善脱发的 知不论 建议大家从头到尾 都用热红去穿一头发 这个道理呢 其实跟厨师拔鸡毛 有点类似啊 最后我们来算个账啊 这个洗发露 大概是109块 这瓶大概能用25次 算下来的价格是4块36 我一次用一条 大概是2块5 接着是素饰 这吹风机 249左右 刚我一周洗两次 然后两年大概是192次 平均下来每一次的 大概在1块3 这是我们在家 做头发护理一次的 有没有性价比超高